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记者调查发现 拆除这些电线杆会遇到不小的难题 稍后我们去了解一下 分类处理的厨余垃圾将会用于发电 但如果前端的分类和轻运环节做不到位的话 处理终端又将会面临哪些难题呢 最近我市的两条公交线路乘车可以刷手机了 那么市民对这种新的支付方式反应如何呢 临近年末冒充领导诈骗的警情增多 一位市民就因为帮领导包红包被骗了四万块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废弃的电线杆长期占据人行道 迟迟无人拆除 如今这样的状况在市区里是越来越多见 这些废弃的电线杆不仅占据道路资源 还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生活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去关注一下 走在和祥东路北侧的人行道上 一抬眼就能看到一根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 这些电线杆间隔十输十密 在一些路段十米长的距离就有两三根电线杆 在电线杆上还印着工业楠 十千伏等字样 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虽然电线杆上还挂着不少线路 不过电线杆顶端的供电电缆已经被拆除了 电线杆看起来也非常老旧 一些电线杆已经出现裂痕 不少电线杆的底座护墩都已经破损 附近的居民说 其实在去年 原先挂在电线杆上的供电线路就被埋入了地下 但这些电线杆却迟迟没有拆除 现在这些站在人行道中央的电线杆 就像是一根根路障 不仅影响了市容环境 也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除了河祥东路在市区其他一些路段 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 在方湖北二路靠近云顶北路的人行道上 记者也发现了不少废弃的电线杆 一些电线杆甚至堵在了居民家门口 记者了解到城区道路上越来越多件的废弃电线杆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目前市城市综合管理考评办已经展开了废弃干件的专项调研 并安排人员对各区主次干道进行调查摸底 之后考评办会将调研情况以专题报告的形式上报市政府 适时展开专项整治 为何这些已经完成电缆入地改造的废弃电线杆迟迟无人清理呢 带着这疑问 记者找到了电力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其实他们早就想把这些电线杆拆除了 无奈电线杆上私自挂设的各类线路 成为了拦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河湘东路上看着废弃电线杆上缠挂的线路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一脸无奈 不仅是河湘东路在其他一些路段同样存在 计挂的各类线路难以处理 废弃电线杆无法拆除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电缆入地改造的要求 他们每拆除一段电缆就要把对应的电线杆拆掉 可是近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 不少通讯运营商和一些企业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 就把线缆私自挂在了电线杆上 而且有不少线缆都没有挂牌 全属单位无从查起 因此废弃电线杆的拆除工作只能暂时搁浅 而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这些废弃电线杆本身的安全性 据了解今年以来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加大了市区电力设施的揽化改造 共对9条市政道路和20多条支路进行了地埋式改造 揽化线路长度约45公里 因此相比往年 今年需要拆除的铁塔水泥杆数量明显增多 达到了400多根 目前还未完成拆除的有36根水泥杆 今年年初供电公司已经通过相关会议 到有关单位实地发函 登报等方式告知相关单位尽快迁移 计划在电线杆上的线路和设备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所有的揽化项目里面都是这个问题 只要有计划的都存在 主要是要靠政府各部门的协调 对吧 特别是把这些不知道是谁的 没有组的 看怎么办 对吧 要有一个措施 对吧 是不是在我们登报以后 对吧 在县区里面来整改 没整改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它 对吧 剪除掉 要不然真的有很多都没地方去找人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接着来关注垃圾分类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关注了厨余垃圾在轻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按照厨余垃圾的处理流程 这些垃圾将会被运到单独的处理车间进行处理 那么在最后的处理终端 那里的情况又如何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上午九点半 在位于湖里后坑的 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厂的厨余垃圾 处理车间外 满载着垃圾的轻运车陆续开来 这些车辆在进入卸料大厅后 就将厨余垃圾全部倾倒在这个近千平方米的区域 两辆车再将垃圾放置到一条传送带上 记者发现在这些厨余垃圾中 混杂着大大小小各色的塑料垃圾袋 以及一些其他垃圾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垃圾还要经过两次分检 才能进入后续的处理环节 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会对玻璃瓶 衣服等这些其他垃圾进行一个出色的分检 同时也会将这些塑料袋进行破开 把厨余垃圾暴露在这条迅速线上 人工分检后 这些垃圾将被送入分检滚筒 在滚筒壁上有上百个直径10厘米的圆孔 滚筒转动时 直径小于10厘米的厨余垃圾就会被分检出来 这时这些纯度较高的厨余垃圾 就会被送入两个密闭容器 进行厌氧发酵制造沼气 产生的沼气会进入内燃发电机 燃烧发电 我们这发酵灌的垃圾是每天24小时 持续净料 同时每天也在出料的 它确保净灌的垃圾 在里面充分发酵 大概发酵周期是25到30天 每吨净罐垃圾可以产生100厘米的沼气 每厘米的沼气可以发2度电左右 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目前的沼气产量 它们每天可以发电3万多度 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车间的运作 剩余的电力则输送给国家电网 采访中记者发现 虽然按照流程收集来的 都是所谓的厨余垃圾 但事实上真正的厨余垃圾占比并不高 工作人员介绍 虽然每天有四五百吨的厨余垃圾送进车间 但经过分检后 可以用于生产沼气的厨余垃圾 只有150吨左右 也就是说在进厂的垃圾中 真正被利用的厨余垃圾不到三分之一 分检出来的这些 还要再送到隔壁的生产车间 按照其他垃圾的处理流程 进行压缩填埋或焚烧处理 尽管大量的非厨余垃圾被分检出来 但是这150吨厨余垃圾 也存在混有杂物的情况 工作人员介绍 发酵完以后的厨余垃圾废渣 可以生产成有机肥料出售 但现在由于纯度问题 以及市场接受度有限 目前这些肥料主要用于市政氯化 而销售不了的肥料 就只能进行填埋处理 记者了解到 目前全市的厨余垃圾都在这里处理 按照设备的处理能力 现在每天150吨处理量 已经接近饱和 从运行的情况来看 工作人员判断 我是每天的厨余垃圾量 远远不止这150吨 眼下他们也正在筹备 车间的扩建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这些天呢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垃圾分类 特别是厨余垃圾的处理 从军民家出来 到清运公司收集 再到终端处理的整个环节 我们都进行了全程细致的观察 尽管我们已经投入了 大量的财力人力 也建立起了厨余垃圾分类处理机制 但是从记者的调查中 我们不难看出 处理厨余垃圾的每个环节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问题 因此接下来 我们只有认真地梳理这些问题 解决好薄弱环节 才能够把垃圾分类 真正地推行下去 我们接下来看新闻 随着手机支付越来越普遍 最近我市的22路和118路公交车上 也率先安装了新的支付设备 它不仅能够刷银行卡 还能够识别支付宝 微信等二维码 配合我们刚刚上线的厦门市民卡APP 大家还可以信用乘车 实现先乘车后付款 下面我们就带您去体验一下 通过前期的申请绑定 现在我的厦门市民卡APP当中的 信用乘车点开 它可以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 它告诉我这个上面的二维码 是每20秒更新一次 并且我的信用额度是20元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看看这个二维码 是否能够帮助我顺利乘车 很快我们等来了118路公交车 记者用二维码对准 公交车上新安装的支付设备 听到D的一声提示 说明我们已经扫码成功 不过它的感应速度 会比原来的刷卡机稍微迟钝一点 公交车驾驶员介绍 这台新型的支付设备 下方的二维码扫码区 除了可以识别市民卡APP上的 信用乘车二维码之外 还可以刷手机微信 支付宝上的二维码 上方的刷卡区 能刷银行卡信用卡 但是目前来看 这台新的支付器 尝鲜的市民还比较少 像这个用的人多吗 没有 没有人用 很少 前面有两个三个都不错了 知道人还不太多 人少 好好好 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 和以往我们熟悉的 即时支付有所不同 市民卡APP的信用乘车 并不是直接扣除 个人的信用额度 而是刷码乘车后 车费将从绑定的银行卡中 自动扣除 如果超过三日 代扣不成功 系统将暂停服务 冻结我的信用额度 如果60天代扣不成功 那么我的用户信息 将被列入黑名单 不能再使用信用乘车服务了 经过了三次这样的扫码尝试后 记者的银行卡上 可以查询到成功支付三元 每次扫码乘车 扣除的费用是亿元 虽然现在公交车 推出的新的支付方式 尝新的人还不多 但是绝大多数市民 都表示很欢迎 认为这样的多元支付方式 让乘车变得更加便利 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的话挺方便的 就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忘带钱什么的 就只带手机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平常有些时候 忘带公交卡的 就可以直接刷手机 手机肯定是会带的 不过也有市民认为 刷一通卡或者直接投币 会更为方便和习惯 尤其是普通市民 刷一通卡有八折优惠 老年人和学生 还能享受免费或者半价 但是手机等新支付方式 目前都是一次亿元起步 暂时还没有办法 因人而异支付优惠价 干嘛不用一块钱直接付呢 一通卡也可以直接刷 你觉得这个功能 你可能不会尝试 我不会尝试 我老老了 你觉得还是刷卡 刷卡为好 刷卡安全 本台接着报道 我们接着来看 首届厦门市幼儿能力大会 即亲子家庭运动会 眼下正在火热开赛中 这个周末 湖里区 海舱区和私民区的幼儿园 迎来了初赛阶段的选拔 赛场上 各个幼儿园的小萌娃们 都卯足了劲一较高下 我们赶紧到赛场上 去看一下吧 你今天知道来参加什么比赛吗 不知道 穿衣服比赛 没够资够 那你跟我讲讲姐姐不知道呢 自理能力大 自理能力比赛 什么呀 自理能力比赛 咱们都没出回答 什么 爹 不是说谁都知道吗 自理能力比赛啦 对于这些幼儿园中班 大班的小萌娃们来说 记住比赛长长的名字 可能还有点难 但可别小瞧了他们 今天的比赛 大家都是有胃而来 比赛开始前 先来一段热身运动吧 准备就绪 比赛正式开始 叠被子 穿衣服 整理文具 这是生活自理能力的小测试 接下来 两人协力运求路框 采蘑菇 盖房子 这是要训练大家的协作能力 别看个子小 每个项目大家都完成的出色漂亮 我觉得比赛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好玩 为什么好玩啊 因为可以拿到奖杯 可以跟同学一起合作 这个可能准备有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是一个能够锻炼孩子的一个能力嘛 然后也激发孩子一个竞赛的能力 因为我们是不同班选出来的一个能手 然后他们要在之前要进行磨合 要进行一个配合在能力合作能力上 再有一个就是荣誉上面 集体的荣誉感上面 孩子们都要为同一个目标去奋斗 记者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 这周末在湖里湾月城广场举行的 是自民区 湖里区和海舱区的幼儿园选拔赛 共有80多家幼儿园报名参赛 而下个周末 主要迎来集美区 同安区和祥安区的幼儿园选拔赛 各区的获胜代表队将晋级明年1月份的全市总决赛 记者刘明杰 高志强报道 今天上午2017夏京两岸骑行 同安山地爬坡越野挑战赛 在同安听西开赛 来自两岸的235名骑行爱好者 沿着同安环山风景道展开8.8公里的骑行挑战 本次赛事分设了公路车男子组 山地车男子组 山地车女子组三个组别 共吸引了来自两岸多地的 235名骑者报名参赛 虽然清晨的山野中寒一席人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骑者们 征服赛道的热情 因为自己本身比较喜欢骑车 然后就是有伙伴们一起带着 然后就说来参加一下 尝试让自己提升一下 平常也比较爱好这个骑行活动 也经常出去骑鱼之类的 刚好有这个活动 就顺便来锻炼身体了 上午8点半随着一声枪响 公路车男子组率先出发 随后每隔十分钟 山地车男子组和山地车女子组 依次发枪出发 选手们途经土寨 西兴 沿着同安环山风景道 骑行8.8公里 海拔爬升约289米 赛道沿途的自然风光 让选手们在比拼速度的同时 也领略到清新的山地之美 今年我们是在我们新改造的环山风景道 就从西渊村到顶村 这条赛道是集中展示了我们天西的生态环境 最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三个组别的冠军相继产生 感觉还不错吧 因为这个赛道的话会比较平缓 最后有一段下坡 然后下坡的话 我在前面的话 把这个差距给拉开 风景的话非常不错 可以看到很多乡村美景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大牛落入深坑 消防官兵帮忙救助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昨晚七点左右 在同安西林村村委会旁的深坑里 一位牛主人终于发现了 自己苦苦找寻两天的牛 于是报警求助 接警后 同安消防部门立即派出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处置 这头牛跌入的深坑 形状规整 面积较大 深度约有两米 由于现场消防车难以驶入 消防官兵无法借助装备和车辆展开救援 于是官兵们从附近找来大量的石块 一点一点从地势较低的一侧填入深坑 希望铺设坡道把牛拉上来 但是由于这头牛在深坑里长时间挣扎 已经精疲力竭 这个救援方案在尝试后也失败了 最终 消防官兵利用牛主人的农用车 强行将牛拖回了地面 据牛主人介绍 两天前这头牛失踪了 他寻找到昨晚才发现 这头牛掉入了深坑里 势单力薄的他连忙报警求助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眼下临近年末 朋友同事之间的走动也多了起来 有时免不了需要礼尚往来 这样的机会也让骗子给盯上了 最近有一些骗子就扮起了领导 以帮忙给客户或其他领导 包红包为由设举诈骗 有不少市民已经上了档 前两天市民陈女士突然接到一个 171开头的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对方直呼其名 并自称是陈女士公司的某位领导 因为有事情要交代陈女士办 让陈女士第二天到办公室找她 由于是领导来电 陈女士也没有多想 可第二天还没等陈女士去办公室 这位领导的电话又来了 谎称这时候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有其他领导在谈业务谈事情 那要求陈小姐暂时不要到办公室 那随后又以这个急需给领导 包红包送礼的方式 要求陈小姐将4万元转到 所谓领导的指定账户当中 听到领导有事相求 陈女士立即照办 通过支付宝将4万元转到了 领导指定的账号当中 转账之后陈女士来到办公室 找到真实的领导 询问有什么事情交代时 才发现被骗了 根据示反诈骗中心的统计 本月以来冒充亲友领导诈骗 呈现多发态势 警情数同比上升了40% 警方表示此类骗局 骗子一般都是通过非法渠道 事先掌握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并以领导的身份 先取得受害者的信任 之后再以送礼包红包为由 诱骗受害者转账 市民在防范时 特别要对170171开头的 陌生号码提高警惕 现在为主还是以170171 这种虚拟运营商的号码 进行一个诈骗 首先就是我们在接到170171 开头的这个陌生电话 一定要谨慎地接听 一定要电话 或者当面与领导进行核实 记者公家高志强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检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 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中 二氧化氮 PM10和PM2.5浓度较高 其余都达到优积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73 空气质量为2 首要污染物是PM2.5 另外呢 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本周六个区的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是斯明区 其次是海仓区 同安区 吉美区 湖里区和祥安区 祥安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 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 PM2.5和PM10浓度偏高 近日 湖南全面清理 洞庭湖区域的欧美黑洋 为什么要清理这些黑洋树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欧美黑洋作为造纸经济林 被广泛引进洞庭湖周边区域种植 洞庭湖逐渐刮起重洋风 到整之前 整个洞庭湖保护区内 黑洋种植面积已经达到39万亩 其中保护区核心区内约9万亩 黑洋绰号湿地抽水机 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大 加速了周滩湿地的汉化 让周边其他植物 得不到充分的光照养分 成为生态杀手 近日 湖南洞庭湖保护区核心区内 一场全面清理欧美黑洋的攻坚行动 正在紧张进行中 这也是洞庭湖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黑洋清理行动 目前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内的5万余亩欧美黑洋 已全部清理完毕 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的2万余亩黑洋清理工作 也正在紧张进行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凉首要污染物试PM10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在沙坡围有这么一个地方 无人看管从不锁门 不过却24小时亮着灯 欢迎行人进来歇歇脚喝喝茶 那么是谁为大家提供了 这个共享空间呢 欢迎您收看稍后播出的文明论坛 另外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特区新闻广场 或者拨打我们的互动电话 530-1585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